本次跟大家分享的是Structural Isomar 相信大家的概念都很清晰 就如我影片上的翻譯 就像Transformer那樣 Structural Isomar的成份 即是Atom的身份和數量是一模一樣的 但透過了鏈狀長度的改變 又或者十色圖雲上的位置的改變 就可以變成了不同的形態 這個概念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如果我們要數它有多少個 畫它的結構 很多時候同學會數少了或畫多了 即是將一些重複的結構畫出來 在講我這個技巧之前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share給同學者看 還有就是我的Instagram account 相信同學都應該會知道 記得subscribe和follow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偶爾有一些gif away 只在Instagram的post上出的 youtube是未必有的 我們正式講講 Structural Isomar畫的技巧 首先我們會有三個例子 用第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C6H14 這個例子很簡單 因為它是一個saturated molecule 沒有double bond 如果我們沒有其他的saturated molecule 在上面的話 只需要改變它碳鏈的長度 就已經可以了 記住我們要跟幾率去做 每畫一個的時候 我們就要 label 碳鏈的長度 這樣就會更加有系統去對齊 是否畫齊了 又或者會不會有重複的情況 C6H14最簡單當然 畫直鏈是六個碳的情況 六個碳的話就畫五條線 一 二 三 四 五 多少個碳就畫少一條線 因為其實我們不能動它任何結構 一動的話就不是六個碳的長度 所以我們已經去到下一個的情況 五個碳 畫五個碳的時候 我們就畫四條線 OK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me file group 需要擺放的 me file group擺放的位置 現在畫面上可以展示到三個 OK 綠色筆現在畫著這兩個 就不能放的 因為一放的時候 就會令到它的碳鏈的長度 變回綠 那就跟剛才我們畫的那個 有重複的情況出現了 但是是否真的三個的可能性呢 其實不是只有兩個 因為現在我用紅色筆指著的 這兩個位置 其實放下去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都會變成了 to me file pantean that's why我們只有兩個可能性在這裏 一個就是這樣的款 另一個呢 就將會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OK 好了 沒有其他的例子的時候 我們又再縮短一個的碳鏈長度 就去到第四個碳了 第四個碳的時候 四個碳就畫三條線 然後今次我們只剩下兩個的可能性 都是那句 頭尾就不能畫的了 我們有兩個me file group 要補上去 那我們可以一個就放在這裏 一個就放在這裏 是不是 而呢 既然我們兩個各自都放在一個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兩個的me file group 都放在同一個carbon上呢 當然是可以的 那個畫法就將會是這樣的情況 OK 那好了 有同學可能說 會不會可以有三個碳的情況呢 在這個C6H14裡面是不OK的 為什麼呢 三個碳就畫兩條線 我們放那個me file group的位置 只可以放在這裏 OK 但是我們有三個me file group 或者是有三個碳 還未放在那個結構上面 假設我們硬放 放這裏 有些同學說 放這裏就OK了 你一放這裏就跟不到那個系統了 為什麼呢 你一放在這裏的時候 留意一下 它最長碳已經做了一個四碳的情況 而這個結構呢 其實跟我們剛剛畫的這個呢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記住了 我們標明了是多少個碳的時候呢 就不要肆意加長它 一加長它的時候呢 就會有重複的情況出現的了 只要你每一次做的時候 都列好有多少個碳的鏈的長度呢 其實呢 就很容易對回到到底有多少個可能性的 好了 用了這個技巧之後呢 大家如果想挑戰一下自己的話 就可以按停條片 然後試一下自己這兩個的例子 我就會直接解答案出來的了 C4H9Cl 今次呢 我們就不只有carbon和hydrogen 有部份是halogen 那我們做的方法 會不會說有很大的分別呢 其實不會的 照樣都是做回四個碳的鏈 四個碳就畫三條線 然後我們就要放個Cl在這裏 Cl放的位置呢 只有兩個而已 只有這兩個 原因是因為呢 另外那兩個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例如我把Cl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和放在這裏是一模一樣的嘛 所以只有一個可能性而已 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把它放在最出的那個carbon上面 那就已經畫了所有四碳的結構了 然後呢 我們就要畫三碳的情況了 畫三碳的時候呢 就一二啦 然後剩下的那個碳 一定要放在這個位置上面的嘛 是吧 好了 到最後那個corine可以放在哪裏呢 可以放兩個的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 這個 這個 或者這個 這三個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剩下的最後一個位置就是放在這裏 換句話說 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這樣的情況 另一個可能性呢 就將會是一個 這樣的情況 OK OK的話 我們就去到第三條了 第三條的難度就加高了很多的了 不要小看它多了一個碳 多了一個碳呢 可能性是多了非常之多的 那所以基本上 學校都很少 學校多過五個碳 五個碳其實就已經很麻煩的了 來 做回那個的紀律出來 五個碳 我們就畫回四條線出來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了 我們總共可以放CL的可能性呢 其實都幾多一下的 這個啦 這個啦 和這個啦 其他兩個就會重複了 就不放的 我們先放了第一個先啦 這裡啦 另外第二個 CL就放這裡啦 最後第三個 CL就會放在最中間的碳的位置啦 那麼碳已經畫好了 跟著我們就畫四碳 那畫四碳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一點點東西啦 因為呢 我們除了CL要放之外 還要放個me file group 他們放的法則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為什麼會畫一點點不同呢 首先 四個碳的時候 如果講Coreane的話呢 我們可以放在這些的位置上面 都OK的 當然有些位置是重複了的啦 那然後如果放個me file group的話呢 他只可以放在這兩個位置上面的 因為放在頭尾的話呢 他就會增長了碳影像度的嘛 我們先放了個me file group 先啦 然後呢 我們就放個Coreane group啦 這樣放的時候呢 我們給它一個代號仔 我們就會說這個是一個 一二的情況啦 OK 那一二有的話 當然有二二啦 我們呢 又再來啦 維持那個me file group 是在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那個CL就放在這個位置上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將會是一個二二的情況啦 有二二的話 那當然就會有二三的情況啦 好啦 那我們畫一畫它啦 OK 那跟著me file group在這裡 CL呢 就會放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會不會有這個二四的情況呢 這個是二三來的 OK 那二四的情況呢 其實呢 都是會有的 我們放一放出來吧 首先呢 就畫一個四炭的結構啦 那然後me file group 就放在這個位置那裡 那至於個CL就放最出的位置 最出的位置就是這裡啦 OK 那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一個二四的情況 那你就不要說有三四的 三四就是一二來的 其實就沒有分別的 好啦 搞定的話呢 我們就畫最後一個的可能性 就是三炭的情況啦 三炭的情況 一二啦 那然後呢 我們呢 還要放兩個me file group 在中間的炭上面 就放在這個位置那裡 那CL其實就只有一個可能性可以放的 就是一二三四 這四個相同的可能性 我們只要把CL放在這個位置那裡 其實就可以把這八個的可能性畫出來的啦 我希望這個video幫到大家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其實大家都可以WhatsApp問一下我的 那當然啦 學生呢 自己學生一定是優先的啦 我們下一次的sharing 再見 拜拜